2001年9月19号,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松岭区一座偏僻的矿场发生了一起故意杀人案。 案发前,同在矿区经营石杂店的杜家和于家因抢夺生意发生了矛盾。 被害人于某先殴打杜某母亲,当时刚满18周岁的杜某见母亲被打,一怒之下拿起尖刀将于某刺死。 为了躲避警方的抓捕,杜某先逃到了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 当地警方也迅速成立了专案组,在案发地周围的110公里范围内的深山密林进行了多次搜捕。 但搜捕了近一个月后,还是未能找到杜某。 我们公安人员的几度也困惑,都一是否还在人间,是否是案后以后自杀了,种种的猜测都有。 在排除其自杀的可能性后,警方认为杜某有可能已逃往外地。 由于当年户籍信息并未联网,身为外来赞助人口的杜某,没有更详尽的个人信息记录。 杜某案发以后,我们唯一获得的一张是当年是在00年,杜某在古里库金矿的,当年办的斩助证的一张照片。 而且由于当时的摄像技术,照片是模糊不清的。 为了躲避警方追捕,杜某是辗转多地啊,用不法手段办理了户口和身份证,也利用新身份参加了高考,还上了大学找到了工作。 是,这又组建了家庭了。 但是天网恢恢,杜某最终还是没能逃过法律的制裁。 2016年7月22号,专案组得到消息,杜某姐姐订了一张去四川远房亲戚家的火车票。 根据警方分析,十几年来,杜某姐姐与杜家在四川的亲戚基本没有往来,也很少有联系。 而在杜某潜逃的十多年里,杜某姐姐因经济条件不好,从未出过远门,很少与人来往。 为何现在突然要前往四川? 随后,侦察员秘密跟踪杜某姐姐前往四川成都。 但到了四川,在一周内,警方并没有发现再逃犯杜某的任何行踪,姐弟也并未相见。 但通过调查,警方又掌握了一条新的线索。 又发现了他们又疑伙气数在甘肃平良生活。 这样一来,我们就把我们最逃的公众重点由四川又转移到甘肃。 2016年9月,警方迅速和甘肃平良的警方取得联系。 通过大量调查,警方发现杜某在2002年潜逃到了甘肃平良市。 而在杜某姑姑的帮助下,杜某已通过步伐手段,成功漂白了身份。 逃往到甘肃平良后,投奔她的姑姑。 她姑姑在当地经商,有一定的社会关系。 利用这些社会关系,为杜某漂白了身份,办理了学籍。 最终杜某得以通过考学这种形式,完成了她的一个身份的转化过程。 改名叫杜建国,取得了户口,并办理了身份证。 经审讯,杜某姑姑杜某平交代了其通过步伐手段帮助杜某在甘肃省平良市漂白身份更名落户的事实。 警方了解到,杜某利用新身份参加了2005年高考,考上了大学。 随后,专案组迅速查证了杜某当年考取学校的学生档案, 发现了杜某毕业后分配到青海省某地工作。 2017年10月17号,专案组终于在广州市将犯罪嫌疑人杜某成功抓获。